我还能跟洗脯不洗脯 那大夫说没问题 一样 大爷因为腰酸被痛住了院 一场手术下来 是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就是自己的淡淡也没有了 我说你切入腊儿了 我腊儿有什么病 一个前的前 整整就尿不切入腊儿 故事发生在黑龙江大庆市 十年七十三的郭大爷 腿疼的毛病又犯了 于是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郭大爷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了 这让医生很是纳闷 直到一次职业班的时候 才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郭大爷经常上厕所 一晚上能去个三十几次 卫生间就好比他第二个家 腿疼完全是上厕所跑累的 要想根治 还得找到郭大爷尿贫尿急尿不进的原因 很快主治医师找来了泌尿科的同事 对郭大爷进行检查 而郭大爷却坚称自己那方面没有问题 一番检查下来 医院告知郭大爷 其患上了前列腺癌 幸亏发现得早 通过手术将癌电组织切除后 依旧可以正常生活 一般人听到癌症都会慌张 但见过大风大浪的郭大爷并不在意 郭大爷只关心在手术后 自己能否还能拥有幸福的生活 医生告知大爷 自己做过的手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这种小手术简直就是 起重基调鸡毛 不费吹灰之力 保证能让大爷术后身体健康 吃满满香 听到这话 大爷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不久后 手术势力 一场盛大的拆带行动开始了 大爷腿疼住了医院 却不想一场手术后 自己竟成了当代太监 上集说道 郭大爷因为腿疼住进了医院 一番检查后 竟是前列腺癌早期 随即医院为大爷安排了手术 郭大爷在病房里醒了过来 医生告诉大爷 手术进行的十分顺利 日后肯定不会复发 听此大爷直呼 妙手回春的大夫 在大爷习惯性的去厕所时 伸手一掏 感觉少了点什么 定眼一瞧发现 自己的两个鸡蛋竟然消失了 就剩下了一个孤独的压迫 大爷瞬间火冒三丈 治病就治病 怎么还把篮子给我摘了 难道你也想拿它做药材 莫非你用的也是快乐牌刀片 生气的郭大爷在医院闹了起来 吵来吵去 郭大爷只有一个诉求 那就是怎么给我拆下来的 你就怎么给我装回去 这个要求让医生感到了为难 俗话说的好 机不可施 事不再来 拆下来容易 可要是想装回去 那基本是不可能了 而且手术前 医生已经告知了相关情况 手术过程也合法合规 随后 医生拿出了一份手术同意书 听到这话 加上先前的三丈 大爷的火 此时已经冒到了六丈 手术中自己睡得死得不能再死了 根本没有签过什么同意书 大爷认为医院就是想推卸责任 可是当大爷看见同意书上的名字后 那可真是盖伦出轻语 沉默又破防 大爷腿疼去医院做手术 结果被医生嘎掉了篮子 即使大爷火冒三丈 大爷只能默默承受 我说你切过脑子 我脑子有什么病 一个签了签 这个人就秒过切过脑子 上集说道 郭大爷在手术后发现 自己的篮子被摘了 于是在医院大闹了起来 医生健壮掏出了手术同意书 大爷以为是医院要推卸责任 可当他看见上面的签名时 瞬间就压麻呆住了 签名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亲生的儿子 这可真是盖了帽了我的老尾皮 虽然大爷十分气愤 但大爷不是不讲理的人 于是大爷没有再闹下去 而是憋着火 从医院离开回了家 自这之后 虽然郭大爷也腰不酸腿不疼了 但是大爷却一直闷闷不乐 每天只能干看着眼前的美人老太太 却再也不能让他跪下唱征服 很快媒体注意到了郭大爷 并将他的离奇遭遇报道了出来 不久当地的医疗纠纷委员会 同样注意到了这件事 随即找到了大爷表姐具体情况 看见调解人员后 大爷瞬间哇哇大哭 直言离谱离谱 郭大爷说自己住院是因为腿疼 谁承想莫名其妙的被嘎了篮子 这一番操作下来 腿并不仅没治好 而且现在连上厕所都是问题 只能蹲不能站 不然就是天女散花了 大爷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诉求 诉求就是怎么拆的就怎么装回去 但这个诉求显然不可能实现 调解人员表明 只能尽力争取最高经济赔偿 郭大爷也不想既丢了篮子 又拿不到钱 无奈的大爷只能同意了这个方案 几场官司下来 最终法院判处医院承担40%的责任 各种费用加起来 一共赔偿郭大爷7.2万元